大家好,我是Jacky 剛剛收到Facebook的inboard message 她問我用啞鈴 如何練習背闊肌 背闊肌的動作要知道兩個功能 第一,它可以幫你拉手 人體上升會用背闊肌 所以後面這個位置 我們俗稱是翼 可以拉的 第二,我們可以拉到後面 如果用啞鈴,我們可以怎樣練習呢 用啞鈴,我們不可能把它拉下來 除非可以做人體上升 或是做其他電腦機器 可以拉下來,那就沒問題 但如果我們今天用啞鈴的時候 我會教大家做一個Dumbbell Roll 做一個蛙船的動作 首先我們要把啞鈴放鬆 放在下面 就這樣 左手,譬如右邊的左手 放鬆 好了,我們開始了 開始的動作 首先把背部拉到後面 有分別的 拉到後面 然後我們把它拉過來 好,手肘大動 拉到後面的Hip位 Hip位 然後往下 之後,不要再放鬆 最後一向 只是拉到後面 拉到後面 手肘眉曲 拉上來 往下 然後往下 然後向下 往下 然後往下 拉到Hip位 手肘盡量高,手肘大動,拉啞鈴到臉部位置 很多人會拉上胸部位置 這樣做不太適合,但會訓練到背部位置 用錯了肌肉就受傷為不留神 所以記得拉到臉部位置 如果大家有什麼訊息或疑問,歡迎大家inbox我 或者留言給我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個dumbbell roll 希望大家嘗試回去練習多一點,由輕做起 直至掌握到技術,就可以繼續加重 下次再見,拜拜